柔佛州政府宣布更改官方周休日后 接下来又计划调整公务员的工作日至四天半制度 联邦政府对于这项建议暂时没有表态 只是说可能会在下个月举行的马新领导人年度会议讨论此事 至于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则是大表赞同 认为四天半工作制非但不会影响公共领域的服务质量 反而有助提高工作效率 与政府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努力不谋而合 一周工作四天半制有可能在柔佛率先开跑 柔佛州政府考虑在不减少整体工作时长的情况下 落实公务员每星期四天半工作的建议 以配合明年1月1号起 把官方周休日从现有的星期五和星期六 改回星期六和星期日而做出调整 对于柔州政府部门考虑缩短工作日 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坦言 今天的内阁会议并没有谈起这件事 但下个月举行的马新领袖年度会议 或许会对此展开讨论 四天半工作日是否可行 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主席拿渡阿德南呼吁各界 不应负面看待这件事 因为工作日长短并不重要 效率才是关键 职工总会认为缩短工时 不会影响公共服务领域的质量和生产力 相反的每周让员工多休息半天 实际上可以提高其生产力 还能促进员工身心健康 这项举措还与联邦政府致力提升效率 改善和强化公共服务系统的努力相符 事实上缩短工时并不是首例 早在去年1月 国会就通过了1955年雇用法令修正案 将雇员每周工作时间 从48小时缩减到45小时 职工总会也相信 州政府在实施改革前 必定会进行详细研究和评估 并会采取各种方案和调整 继续提升生产力及优化服务体系 而公务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会继续为人民提供最佳的服务